哈喽 麦哥听起来好介绍 大家下午好 看到我身后的美景吗 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 就是在Horizon Hill 后面有Golf场 还有一个小湖 这一个Horizon Hill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区 有着1200一个的Township 而且的话 这边如果小朋友念书 这边有国民兴小学 还有我们的国际学校 商店街在这边也是有的 现在还在见着Horizon Mall 所以讲不只有商店街小学 身后这边是Golf场18个洞的 这边还有自己的俱乐部 泳池 还有我们的羽球场 网球场都是有的 还有健身房 对 然后这整个Horizon Hill 是有11个小区的 今天亭姐带你看的 就是其中一个小区里面的一间 大款二手的排屋 这个小区叫做The Very Best A 这间屋子24x75 非常的大圈 长什么样子 Let's go 来 已经到了 就是在我身边的这一间 超大款的双层牌 24x75 建筑面积更大 2583平方尺 而且车房的前面 它还有给你这么大的 drive way可以停车 里面的话 两辆车再加三辆 汪车停都不是问题 跟着我进去看看吧 来进来看咯 欢迎来到你的家 你看24层75的房子 就是感觉很大圈 而且这边的ceiling很高挑 完全不会感觉到压迫感 这个部分它有玄关 如果是讲你们是有拜拜的朋友 这边可以做一幅很大幅的神台 转过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客厅休闲的地方 放了一张3加2的沙发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一个L型的沙发 都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个电视墙也是简单的做好了 我们往去厨房看看 在饭厅这个部分呢 它是放一个小长桌 但是我觉得你改成一个圆座 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放了圆座 你看它旁边的空间 还有非常大可以走过去的 我们去看厨房啊 这一间房子它是有干湿厨房的 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干厨房 小吧台做好了妥妥的 上面还做了一些柜子 还有洗手台 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吗 这一边全部都是上到顶的壁厨 都是省下来好的 这边你偶尔在这边 普通煮饭都可以 如果要大煮 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在后面 因为我们这一边呢 湿厨房的空间也很宽敞 这个地方再简单加一个灶台 就可以在这边大煮大炒了 如果你要洗衣服的话 这个地方屋主就把洗衣机安置在这边了 然后我们这一个房款呢 因为它比较大 四家一间房五间厕所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用人房 在旁边的话呢 用人房的厕所都在后面的部分 当然房子嘛 楼下少不了的是我们的长辈房 听起来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很宽敞的长辈房 就在这边了 在饭厅的旁边 来进来看 这一个长辈房哦 我相信你放一个大大的 king size 给你的阿公阿嬷都还很宽敞 这边再放一个衣橱给他们 然后可能阿公阿嬷喜欢一个小梳妆台 放一个小桌子 再来采光很好啊 为什么这边有一个门可以开出去 如果你的阿公阿嬷喜欢种东西 你不要给它种前面 担心车子比较不安全 你放在这边 这边可以种一点小盆栽 它这边是完全是透天 所以的话风都是吹进来很凉爽 而且长辈房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单单楼下就有两间的卫生间的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楼上是长什么样子的吧 来到二楼的小厅空间咯 你一定看到了 这个小厅的吸力还非常的高 如果你要再加一个假楼 隔楼上去的话呢 绝对没有问题 这边其实它也是一个 方方正正采光非常好的空间 可以给小朋友在那边做阅读 楼上三间房间三间厕所都很大间 我们去看一下 第一间我们来到楼上的客房 它的房间完全就是一个大大的长方形的格局 所以呢你放床很简单的 就这一边放没问题 如果你想要换在这一边放也没有问题 因为方方正正又大间很好摆家具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洗手间大不大 洗手间其实也很不错 你看HorizonU这一边的话呢 碧砖上到碗 而且手工真的都还不错的啦 这边你加一个浴帘 你就可以做到干湿分离了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隔壁的第二间房间咯 第二间房间也很大的 就是这一间了 你看这一间它就没有这么长 它是比较正方形一点点 方方正正 而且这一间呢 它就比较多一点东西是什么 它有做了一个衣橱 built-in的衣橱 然后呢 这边它只是摆了一张单人床啊 可是这间房间哦 摆一个双人床绝对是没有问题 再大一点的kingside都没有问题 而且这一个房款哦 刚刚那一边也有一个大窗户采光 对吗 我们这间房间哦 窗户坑大 如果你的家里人喜欢采光的话 就拿这一间房间吧 然后厕所在这一边 厕所跟刚刚的比起来是 一样大小啦 一样的 你看都是上到底去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重头戏 主人房了 跟我一起去 主人房这边呢 一样 卖点就是 大间采光又好 你看 我站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哦 一般上我们看的排屋啊 都会在这边放一个大衣橱 对吗 所以你一样也可以在那边 夹一个衣橱的 床的部分它是放在这边 所以哦 你要放进去一点也可以 因为屋主它是把衣橱 坐在这个地方 我带你们去看 看到吗 这边它做了一个built in的白色衣橱 是做L型的 如果你太太衣服多 这边应该就是太太罢了 这样你先生的衣服就刚刚那边 自己放个衣橱进去咯 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厕所的部分啊 主人房的厕所的话呢 颜色是走比较灰色系 然后就更大间了 这个领域间哦 还蛮大的哈 这边你可以加一个玻璃门 刚刚小间房做浴帘 主人房做玻璃门 而且你看到地板嘛 屋主哦因为之前有自己住的 所以他拿来做过这种防滑的了 所以我担心地砖很滑的话 已经做便便给你了 洗手台都感觉比较高级一点点啊 再来这个主人房 这一边它的景色还蛮不错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是原本原装就做好的一个玻璃围墙 sliding都可以开到完 对面我们家邻居 其实蛮多人都会跟它打出去 做成是barkoni 可以拿来赏月看星星 也可以拿来晒衣服 是不是很漂亮咧 卖得好钱去下楼给你知道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间哦 在Horizon Hill Very West 1的一款 最大款的双层排楼 24层75 建筑面积2583平方程 四家一间房 五间厕所 它的大门方向是非常难得的 做北朝南的哈 如果你之前看过这边的屋子就知道 这边的屋子以前买哦 像难又贵又难买 这一间也是属于永久地区 你在镜头里面看到的所有家具啊 电器都是会留下来的 保安围里在Horizon Hill讲也是非常深严的哈 每个月只需要200块钱 屋龄的话呢 这一间屋子大概是有8年左右的屋龄了 卖价是卖950千 哇950千你就可以买到Horizon Hill这么好环境的大款双层 而且这一边还有golf厂 又有facility可以带小朋友哦 周末的时候去游泳打球 所以讲有幸运的朋友打电话来 卖个听解好介绍 跟我们预约哦安排来看房 如果是讲哎你是屋主 你有JB新山的房地产想要出租出售 也记得联系卖个听解好介绍 离开的时候别忘了老规矩 帮我点赞关注还有订阅我们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